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是星期二的晚上 也是9月28号教师节的晚上 祝贺各位教师 不论是从幼稚园到大学 我们当中好多老师 祝贺你在教师节 有神的恩典同在 圣经中给我们看见 神是最好的老师 那么在神的教导之下 人跟随祂的旨意 当然神的教导是透过祂的仆人 摩西、大卫、好多圣经作者 最后耶稣基督道成肉身 成为我们心灵的老师 现在圣灵住在我们心中 也常常提醒是我们的老师 所以教师节蛮有意义的 让我们想到好多属灵的层面 今天我也收到 有一些弟兄姐妹祝我教师节快乐 其中一位说 好像没有牧师节 就用教师节祝牧师 教师节快乐 当然牧师也是教师 因为我们需要将神的道 教导各位 愿主借着祂的话语 使大家一起成长 也有人问我 吴牧师你什么时候出监牢 得自由 开始重新在教会讲道 是的 我的真正得自由 是10月13号 所以10月的第三个主日 我就可以回来教会 希望那个时候 解封越来越松了 那么我们就可以更多人 可以在教会聚会 一起在此见面 我非常期待 在10月份来临的这个礼拜六 我们的周六晚崇拜 恢复了 欢迎大家报名 然后呢 主日这一次我们请到赵大卫院长 中台神学院的院长 赵大卫博士来跟我们分享信息 在6月份 他曾经做我们的联合主日学的老师 谈生命伦理 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 求主大大的使用 中文堂第一堂 和8点半和11点半 都是赵院长来主讲信息 愿主大大的使用他 也请大家为他祷告 好了 我们一起来祷告 因为神的话语 是我们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让我们可以继续跟随 我们祝贺老师 我们也彼此祝贺 因为其实从我们的身上 大家都是彼此教导的 成为互相 成为老师 愿神使用我们这些 为主发光的每一位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祷告 谢谢主的恩典 让我们可以在真光之中 也成为金灯台 明光照耀 发出我们的见证 发出我们的影响 说出神的话语 使众人得益处 愿恩典的主 使用每一位弟兄姐妹 都成为真理的教师 愿主也让我们 在很多的场合之中 有主的话语 能够跟人家来分享 愿主使用 我们感恩 疫情越来越稳定 教会能够越来越开放 愿主你亲自掌权 使得这个开放越来越正常 我们可以期待在教会中一起见面和敬拜 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愿神祝福各位 今晚有美好休息 明天是星期三 我们的晚岛是停止的 因为我鼓励大家参与教会的祷告会 愿神使用 平安 明天是星期三 一天 二天 二天 一天 二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